好 真的假的 看不出来呀 真的 真的 真的咋会在你手里 是姥爷传给我的 我大哥不是把你都撵出去了吗 还会把印传给你 爹当时撵我走 其实是为了保护我 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 是无凭的 老三 这大的事情我是要问清楚吗 是大哥亲手传给你的 是老爷亲手将这印给我的 主我在风平浪静之后 把这个大印亲自交给少奶奶 东苑这么多人 为什么让你转交呢 爹当时不知道 杨晓军学院会如何结案 他怕锁头之人也被牵连 而王世军只是学徒 不算是东苑的人 与我又是旧事人也老成 于是选了他 这当下大哥做事 几位叔叔不会再怀疑了吧 那你想怎么样呢 按照吴家的规矩 这是一堂传到谁手上 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 所以我想 想都别想 我们吴家人就是死光了 也轮不着一个女人 来做大当家的吧 四叔 你是不认这方是一堂大印吗 印我认的 但你这个人我不认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怎么了 难道我不是 吴家东院的儿媳妇 你怎么进的吴家东院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你祸害了吴家东院也就算了 但是我们中院 绝不让你祸害 二哥三哥 你们怎么想我不管 但如果这个女人 做了大当家的 我们中院第一个不服 告辞了 二叔 三叔 你们说句话 这几十年来 吴家的大当家 都是德才兼备的人 周莹啊 以你现在的资格 能耐 就算有示意堂大印在手 恐怕也难服众 那二叔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啊 你们缓缓再说吧 对了 周莹 最近西院的生意特别忙 我就先走一步 以后呢 如果没什么大事 今后我就不来柳川厅了 这儿媳妇 你也别难过 就算二叔三叔愿意认你 也没用 为什么 以前大哥在的时候 吴家寺院能拧成一股绳 现在大哥死了 吴家寺院都树倒狐村散了 这示意堂的大印 也就是一块破石头 怎么会这样 你们冬院好自为之吧 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 所有的字句契约 哪怕双方的签字画押 都不能算 必须得盖上这示意堂的大印 才能生效 你还记得吗 老爷在把你赶出家门之前 他同样和二爷 三爷四爷也断绝了关系 老爷是在用同样的办法 保护他那三个兄弟 他同时还宣布 所有不笔生意的客商 鬼二爷把三元典当行七成的股份 转让给了三爷 还有把四爷欠东院所有的银子 都给免了 他还亲笔写了字句 但并没有盖上这示意堂大印 那也就是说 那些客商 股份还有银子 还都是东院的 是的 如果有这三样东西 那东院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 一天老爷在的时候 这三个人 很不能把东院的门槛都踏平 现在老爷十股为寒 他们就翻脸不认人 哪有这样的亲兄弟 亲兄弟也有自己的算计 他们一是怕被老爷的案子牵连 二是怕被我们拖累 所以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人情不讲也就算了 连祖宗的规矩都不要 娘 这就是事态严良 我可见多了 老爷啊 你把这示意堂的大印交给我们 也没有用啊 谁说没用 谁说没用 我看 他能当正职 要来了小偷 不是 还能当砖头 还能垫桌子呢 还能要债 吴家的大当家我可以不当 但是东院的银子 我必须得要回来 没用 不说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是词评论